吴景帝孙修去世时 把太子孙万托付给了自己最信任的两位大臣 丞相培养兴和左将军张布 但左典军万玉却提议 用力废太子孙和的儿子乌成侯孙昊为帝 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 培养兴和张布只好去请示朱太后 朱太后也没有表示反对 于是23岁的孙昊得以继位 成为东吴的第四人皇帝 孙昊是公元264年8月 在建议的皇宫中正式登基称帝的 他首先给拥立自己的大臣们 加官进爵以笼络人心 比如让丞相培养兴兴兴侍郎领青州墓 拜上大将军实际为左大司马 大将军丁凤为右大司马 张布为票机将军 兼兴兴兴兴兴 万玉为尚书兼兴兴兴长世 其余众臣也都有封赏 9月孙昊追侍父亲孙和为晚恩皇帝 追侍孙和的生母大王夫人为大义皇后 扁朱太后为景皇后 尊自己的生母和姬为皇太后 10月孙昊策立自己的正妻滕方兰为皇后 孙秀的四个儿子全部封王 其中张子孙万为豫章王 四子孙公为汝南王 三子孙马为梁王 四子孙包为长王 这期间孙昊很有明君的风范 他将很多宫女遣出宫外 许配给没有妻子的官民百姓 皇宫内院中圈养的真秦总兽 已经都放生了 还经常打开仓库 镇绩贫苦百姓 臣民们都抽赞他 果然是一位贤明的君主 不过从8月登基到10月 封孙修的儿子们为王 孙昊也就做了这三个月的好皇帝 到了11月份 他就原形毕露了 见地位已经稳固 孙昊便开始沉民酒色 以残暴的手段对待朝中大臣 且迷信鬼神 别人动不动就会触犯到他的忌讳 官员们叹息失望 尤其是培阳星和张布 总是后悔不已 万遇趁机跑到孙昊面前 说着二人的坏话 孙昊大怒 下令抓捕培阳星和张布 将他们流放到广州 走到半路 孙昊便派追兵将他们杀死 并一灭了他们的三族 培阳星和张布 在孙修在位期间操纵权柄 阻塞沿路 招致了多数朝臣的不满 万遇等人提拥立孙昊时 他们作为孙修的托估重臣 一个百官之手 一个手握禁军兵权 却妥协退让 不敢坚持原则 辜负了孙修的临终嘱托 培阳星和张布被杀的这个月 孙修还没下葬 估计他们在临死前 肠子都毁清了 实际上他们只是两个 得不配位的小人 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之徒 流放甚至处死 都是咎由自取 但他们并未谋反 或有什么大的劣迹 况且张布在铲除 全城孙称的过程中 是有功能 孙昊随口就将他们双双灭族 也足见孙昊在用刑上的 极端和凶狠 孙昊不信任朝中大臣 更是对孙氏家族的 淑白和兄弟们充满提防 因此他信赖的 只有自己的母族和七族亲属 处置了培阳星和张布之后 孙昊立即将自己的三个舅舅 全部封了后 其中和红为永平后 和甲为丽阳后 和直为宣称后 封藤皇后的父亲藤木 为高密后 公元265年7月 孙昊必杀了景皇后诸氏 对外宣称 她是因病去世 但朱皇后的丧事 举办得非常疗糙 只在宫廷园林中 找了一座小房子就打发了 所以大臣们都知道 她是死于非命 朱皇后是原丞相朱炬 和孙鲁玉的女儿 从血缘上来论 孙昊更应该管她叫表姐 当初仲臣舍弃 她的亲生儿子孙万 盈与孙昊时 朱皇后只回答说 我一个守寡的妇人 哪知道什么军国大事 只要对国家无害 让宗庙祭祀 有所依靠就行了 朱皇后秉性柔弱 从不与人结怨 如此无辜被杀 群臣无不悲痛万分 朱皇后意思 孙昊马上就下令 将孙修的四个儿子 钱送到吴郡 这样还不放心 有派人追杀了 孙修的长子孙万 和次子孙公 然后在吴郡修建了一座小城 将孙修的三子孙马 和四子孙包 关押在城中 对于曾经陷害过 自己父亲孙和的大臣 孙修更是一个 都不打算放过 但二宫之争 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当年那帮 陆王党成员 已经全都不在了 于是孙昊按照名单 逐一搜捕 陆王党大臣们的子孙 及家眷亲属 把他们全部 流放到了冬野 陆王孙爸 早在孙权在世时 就已经被刺死了 但他的圣母谢姬 还在世 孙爸的两个儿子 分别是吴侯孙姬 和晚林侯孙一 孙昊免去了他们的爵位 将孙姬孙一 和他们的祖母谢姬 一起流放到了误伤 孙昊十分迷信 公元265年9月 西陵都不产 上书建议孙昊 千都无常 此前就有预测天象的大臣 说荆州有王旗 冲破扬州 对建议的皇宫不利 于是孙昊就采纳了 不产的建议 由于士大夫丁顾和右将军诸葛敬 镇守建业 自己则带着文武百官 和一大批嫔妃工人 迁到了武昌 然后调集异族民俘 大量挖掘荆州的大臣 及民事墓葬 以达到破坏当地风水 压制荆州王旗的目的 除了挖掘墓葬 重新营建和修缮武昌皇宫 孙昊又频繁征调民俘 每日从建业往武昌 逆流运送物资 百姓们不堪重负 怨声载道 终于集齐民变 206年10月 永安县的山贼石弹 举众数千人起兵造反 他们在乌城 劫持了孙昊同父异母的弟弟 永安侯孙谦 并驱走了孙和母中 随葬的散盖和乐器 一路挫拥了孙谦 吹吹打打的 向建业进发 等走到建业城外30里时 石弹的部众 已经达到了1万多人 石弹派使者去传召定故和诸葛敬 表示要用力孙谦为弟 诸葛敬立即斩杀了使者 与丁谷一起率军出击 两军在建业城外展开激战 石弹虽然人多 但他的部下都穿着布衣 连铠甲也没有 在全副武装的精锐进军面前 一触即溃 石弹仓皇逃走 只剩下孙谦一人坐在车里 丁谷和诸葛敬上奏孙昊 孙昊派人将孙谦震杀 孙谦的母亲也被处死 孙昊一共兄弟四人 孙昊是老大 三个弟弟分别是 乾堂侯孙德 永安侯孙谦和齐都尉孙俊 他们四个人并不是一母同胞 孙昊是何姬所生 孙德和孙谦的生母姓氏 没有记载 孙俊是张氏所生 其中张氏是服务将军张昭的孙女 大将军诸葛锦的外孙女 定侯张成的女儿 身份最为高贵 是孙和的正气 孙和被刺死时 张氏也陪同孙和至今 兄弟四人便都由孙昊的生母和姬 抚养长大 孙俊是孙和唯一的弟子 出身优势极大 而且孙俊的自身素质也很好 史书中说 他聪慧善变 从小就被远近人所称道 只可惜孙修去世时 孙俊并未成年 否则大臣们肯定会拥离孙俊 而不是孙昊 因此孙昊继位后 一直将孙俊视为威胁 此次孙谦全是被胁迫的 还是母子都被杀害 而石旦叛乱与孙俊 共是毫无关系 孙昊仍借机命人 将孙俊处死 孙昊认为石旦的叛乱被平定 正好说明迁都是对的 荆州的王旗已经破了 于是便派了几百人 一路雷鼓呐喊 说皇帝从荆州派来军队 打败了扬州的反贼 然后就把都城迁回了建业 并加封岳父藤木 为魏将军 路上述士留守五畅 但回了建业 孙昊还是要折腾 东吴的皇宫名叫太初宫 是孙权在位时修建的 方圆三百丈 按现在的比例 换算下来 大约占地53万平方米 孙昊嫌太初宫太过寒酸 就在太初宫的东面 修建了一座新皇宫 命名为昭明宫 占地146万平方米 面积达到了原皇宫的几三倍 这样浩大的工程 浩资何止亿万 人力和物力都不够 孙昊就把级别 在2000弹以下的官员 全打不到山里做监工 多办木材砍伐工作 又推倒军营 建造皇家园林和亭台楼阁 极尽奢华这能事 左丞相陆凯多次上书劝谏 孙昊都不听从 在位属这三个国家政权中 曹魏 居中原九州之时 蜀汉有汉室正统之名 东吴既非流姓建国 又偏安江南 政权的正统性最低 这就导致了东吴的统治者 更加重视天将祥瑞 也更喜欢用一些迷信的手段 往自己脸上贴金 比如帝王出生 尤其是开国皇帝将士 往往会伴随有奇异的天象和梦境 但蜀汉的两位皇帝 刘备刘善父子 都是正常将生 没有灵异现象 曹魏这边共六位君主 曹操 曹瑞 曹芳 曹茅 曹幻 出生时也都是平常天气 只有曹丕是个例外 据魏书记载 曹丕出生时 有像车盖一样的青色云彩 笼罩在院子上 擅长占卜的方士 认为这是极尊贵的征兆 不是做人臣的气象 不过 也不是说曹丕就爱作这种妖 他曾与曹职争夺敌位 还得呆汉自立 确实是需要借助怪力乱神 来在出生上做做文章 但到了东吴这边 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 孙坚 孙策 孙权 孙亮 竟然全都圣而不凡 据吴书记载 孙坚的母亲有运势 曾梦见肠子从腹中拖出来 环绕着吴郡的城门 到了孙坚出生时 孙氏祖坟多次放射出奇异的光芒 五彩斑斓 直上云霄 蔓延至树里之外 父老乡亲们都出来观望 并奔走相告 这不是一般的云气 孙坚将要兴旺起来 后来孙坚的妻子吴夫人 梦见月亮进入怀抱 就生下了孙策 七年后 吴夫人由梦见太阳飞入怀抱 就生下了孙权 孙坚高兴的说 日月为阴阳之经 这是最尊贵的卦象 我的子孙将要兴旺发达了 到了盼皇后有运势 又梦见了友人将一只龙头送给自己 然后生下了孙亮 这样一看 东吴的君主 只有孙修和孙昊的出生 没有过人之处 不过孙修孙昊 也都在继位之前 借项面 找不了一下 孙修从会计军赶赴剑业登基时 在取恶碰到一位老者 称呼他为陛下 并劝他快点前进 孙昊则是被西湖边 一个名叫景仰的百姓 预言有大规之标 可见 位属两国的八位君主 只有曹丕 需要搞点神性加持 可这样的加持 竟然成了每个东吴皇帝的必需品 甚至连孙奸孙策 这两个生前 与皇位隔了十万八千里的追风帝王 也都是刚需 可见孙氏家族 对正统性的渴望 和政权自信上的极度缺乏 除了更加迷信 更加重视天降祥瑞 东吴的年号更改 也更为频繁 曹丕在位七年 年号皇初从未更改 曹瑞迷信贵神 在位十四年 分别用了太和 青龙和景初三个年号 是卫国年号更改次数最多的皇帝 曹芳在位十六年 年号只有两个 正史和家平 曹茅在位七年 年号也是两个 正元和甘露 曹焕也在位七年 只有景元这一个年号 史汉这边 刘备称帝时定年号为张五 直到两年后去世 一直未改 刘善在位四十一年 用过剑星 阎西 景耀 阎兴 四个年号 可以看到 魏蜀两国 年号使用最多的君主 就是刘善 但刘善在位时间长 更换也算不上频繁 但放到东吴的皇帝们身上 打破刘善的记录 就不要太轻松了 从公元21年称王开始算起 孙权共在位32年 使用的年号达到了七个 分别是黄初 黄武 黄龙 家河 赤屋 太原 和山凤 孙亮 仅在位七年 年号就换了三个 分别为剑星 五凤和太平 动吴只有景皇帝孙修 把爱在年号上折腾 在位七年 只有永安这一个年号 与父亲和叔叔们比起来 孙号才是真正的重量级 在位17年 竟然用了八个年号 孙号刚就位时 年号为元兴 但用了不到一年 孙权的陵墓蒋附近 就由甘露降下 于是孙号改缘为甘露 甘露只用了一年多 到第二年八月 所在延得大鼎 于是改年 这次连地点都没了 到处都在传言说 得到了大鼎 大鼎在哪呢 不知道 孙号也没见过 就改了年号 叫保鼎 保鼎用了三年 孙号又改年号为建恒 建恒二年有人报告说 有凤凰 栖息在西院 于是孙号改年号为凤凰 凤凰也只用了两年多 吴郡官员就上座说 在地底挖出一块银子 刻有年月文字 孙号大喜 当即下诏改缘为天策 可天策仅用了一年 吴郡官员就又上报说 在临平湖边 有块石头上 刻着皇帝字样 于是孙号又将年号 改为天喜 孙号如此迷信 各地官员投机所好者 自然趋之若鹜 踊跃发现 结果天喜才用了不到半年 丽阳县长就上座说 丽阳山上有块石头的天然纹里 很像文字 孙号非常重视 立派使者到丽阳 以太劳之礼 祭祀山神 然后架起云梯 爬到山上去查看 可石头上哪有什么字 使者知道 如果实话实说 回去多半会被孙号长死 于是在山石上 自行用诸杀写了二十个字 处九州主 五五九州都 扬州市做天子 四十至太平史 这也太假了 一看就是伪造的 读起来跟乡间的童谣 差不多 上天降召 哪有这么直白的 但孙号却深信不疑 兴奋的说 吴国 这是要成为天下九州之都了呀 从大皇帝到我 正好是四代 太平盛世的君主 除了我 还会是谁呢 于是孙号再次派出使者 带着印寿 封这座山为王 又在山下 克时立碑 以报答山神 几乎在同时 吴兴郡阳县山上 发现一块空心石 当地官员上表说 这是大吉兆 孙号派司徒董朝 太常周楚 到吴兴 封阳县山为国山 并将年号更改为天际 可以看到 孙号在位期间 基本上是某地一出现祥瑞 就找一个贴合的年号换上 长的 至多不超过三年 短的 也就数月 就废弃 由于朝廷及地方上的文书 座表 修史 祭史 等都需要使用年号纪念 这样频繁的更改年号 无疑会给官民百姓 带来极大的麻烦 常常是各周郡县乡 刚公布使用新的年号 更新的年号 就又颁布了 但民众使用不变 从来不在孙号的考虑范围之内 也许只有天降级照 才能填补孙号内心的空虚 恐惧和自卑 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中 孙号的民信程度 绝对是排得上号的 年号可以乱改 爵位可以乱封 连官职都可以乱给 宫中有个名叫黄狗的工匠 家中的枣树下 长了一棵鬼木菜 另一个名叫吴平的工匠 家中长了一棵苦菜 这两种不太常见的菜 也被当成祥瑞 报告给了孙号 孙号派人去查看 官员们翻查了流传下来的古话 考证说 鬼木菜是枝草 苦菜是平绿草 总之都是仙草 于是黄狗和吴平 这两名普通工匠 捡了大便宜 摇慎一变 成了朝廷官员 一个被孙号封为士之狼 一个被孙号封为平绿狼 都赐给了官印和寿代 不只是暴虐 迷信 孙号还极其荒淫 好色 孙号的岳父藤木 与原太常藤印同族 孙称辅政期间 藤印惨遭灭族 藤木因为与藤印的亲缘关系较远 而得以免死 被孙称流放到了边关 孙秀继位后 大赦天下 将藤木借回剑业 任命为五官中郎 后来孙秀奉孙号为乌城侯 并为孙号 娶了藤木的女儿 藤芳兰为妻 孙号继位后残暴多疑 大臣们稍有劝谏 便会利遭毒手 中文武考虑到藤木身份尊贵 又受到孙号信任 所以往往会在孙号胡作妃为时 共同推举藤木作为代表去欠件 久而久之 藤木就也招致了孙号的记恨 被流放到苍武军 结果藤木走到半路 即幽居而死 藤木一死 藤芳兰就失宠了 孙号曾多次想废后 太史官知道孙号迷信 就占卜说 更换皇后对国运不利 再加上何太后 喜欢藤芳兰 坚决反对废后 孙号这才作罢 虽然保住了皇后之位 没被废除 逢年过节 藤芳兰也能收到百官朝贺的奏章 但孙号对藤芳兰的情谊 早已断绝 孙号将藤芳兰安置到别宫居住 两人常年不见面 皇后宫中的官员 也只是凑数而已 而孙号身边的各位嫔妃 却大多都佩戴着皇后的洗手 中宫之主形同虚设 东吴的后宫自然混乱不堪 孙号每年都要派宦官们走遍东吴各郡县 专门搜罗各地官吏 将校以及士族家的女儿 有资色者都要纳入后宫 孙号规定官制在2000代及以上的文物 家中的女儿必须登记在册 定期上报 年龄到了15-16岁 就要派人进行查看 不满意的才能出嫁 后来孙号后宫中的嫔妃人数已达数千 但直到东吴灭亡前夕 这样的搜集选拔仍未停止 孙号不仅荒淫 他明显是有心理变态的 灭足张布时 孙号将张布的儿孙全部杀害 却将张布的小女儿 纳入后宫封为美人 有一次孙号问他 你的父亲在哪里 张氏回答 被贼人杀了 孙号大怒 命人用棍棒将张氏打死 但过了没多久 孙号又开始想念张氏的美貌 命能工巧匠 雕刻了一座张氏的木像 经常放在座位旁边 一切思念之情 孙号询问身边的工人 张布还有女儿吗 左右回答 张布还有个大女儿 嫁给了未未冯朝的儿子冯淳 孙号闻听此言 历史眼前一亮 当今名人把冯淳的妻子 抢进宫中 封为左夫人 从此孙号日夜不停的 与张氏在后宫缠绵 不理朝政 孙号有名上方鼠 打造了数以千计的黄金首饰 让张氏和宫女们参戴起来戏耍 很多首饰都是早上刚做好 晚上就坏了 孙号就会命上方鼠重新制作 于是工匠们都把黄金偷出宫外 上方鼠库存的金银 短时间内竟被偷到一空 不久张氏病死 孙号悲痛欲绝 直接把张氏安葬在御花园中 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坟墓 孙号请举国之力 为张氏治丧 陪葬的金银器物 多得无法统计 孙号就这样在宫中 为张氏发丧 长达半年 不出宫门一步 官员们长期见不到孙号 又远远的望到宫内大举白帆 丧里的规格极尽失化 都以为是孙号死了 当时孙号的三个舅舅 何鸿 何蒋和何侄 都封侯败相 尤其是何侄 更是官职大司徒 权倾朝野 何家子弟都目无法计 横行霸道 百姓们痛恨何家人 就谣传说 孙号早就死了 现在坐在皇位上的 是何家的 某个跟孙号长得很像的儿子 谣言越传越邪乎 外地的很多官员都信以为真 以至于东吾境内的多个郡县 都盛传孙号已死 下一步 张安侯孙奋和尚余侯孙奋 二人中必有一个 不被拥立为皇帝 孙奋生母重击的坟墓 在豫章军 豫章太守张俊听信谣言 主动去给重击扫墓 孙号得知后怒不可遏 立即下令将张俊处死 张俊在军内威望很高 豫章军有实名官吏 自愿请求代替张俊去死 孙号不同意 张俊最终被五马分尸并一灭三足 张俊死后 尚余侯孙奋也被孙号处死 孙奋只有一个儿子孙少 孙少也只有一个儿子 就是孙奋 因为身份比较敏感 所以几十年来 孙少孙奋父子 一直遵纪手法低调处施 孙奋被谣言牵连 实属无望之灾 孙奋一死 孙策这一只自此绝后 张安侯孙奋 则是孙权的第五个儿子 也是此时唯一还在世的孙权之子 孙昊下令将孙奋全家 押往吴城软禁起来 并禁止孙奋的儿女们婚嫁 孙奋早年是个刺头 曾基于地位 不服朝廷管束 但到了晚年 孙奋谨言慎行 已经任命 并无步伐之举 此次散播谣言一事 确实跟他没有关系 既然孙昊承治自己 心中委屈的孙奋 就带着斗气的口吻上书说 请求陛下把我当成牲口就行了 让我的儿女们在家里互相结婚 孙昊大怒 派茶站带着毒酒去刺死孙奋 孙奋痛哭流涕 跪在地上磕了一千次头 央求说 我愿意带着儿女们自谋生路 不要朝廷的俸禄 也不干预国家大事 只求能像个乞丐一样度过万年 孙昊不允许 最终将孙奋一家全部震杀 孙权这一只人丁 本来还算新袜 孙权有七个儿子 长子孙登 只留下了一个儿子孙英 在全臣孙俊辅政期间 被无故杀害 侧子孙律没有子嗣 三子孙和的四个儿子 只剩了孙昊和孙德 孙谦和孙俊都死于孙昊之手 而且这个孙德极其神秘 史书中关于他唯一的记载 就是孙修在于期间 封起为前堂后 他是不是活到了孙谦和孙俊被杀 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甚至是孙昊继位之前 孙德就已经去世的概率都很大 其中孙德 孙谦和孙俊都没有后代 四子孙爸的两个儿子 孙姬和孙一 被孙昊流放 他们也没有子孙 监狱史书记载 五子孙奋全家被孙昊诛灭 六子孙修的四个儿子 孙万和孙公被孙昊所杀 孙马和孙胞被囚禁 按说司马爷灭属之后 应该会赦免这两个景地之子 并有所安置 但史书中却之子未提 看样子 他们大概率是在动物王国之前 就被孙昊给害死了 只是没有记载 七子孙量也无子嗣 这样孙昊在位期间 干了什么就很清楚了 直到动物王国前夕 孙权的七余子孙已经全部绝世 只剩了孙昊一人 有人可能会担心 如果孙昊也像曹瑞那样 后宫家里成千上万 但自身体制不行 孙权不就绝后了吗 孙昊这只独苗不旺吗 怎么能说旺呢 那是相当茂盛 孙昊至少三次 大封自己的儿子们为王 每次军不少于十个 且规定每个祝货王 都要配备三千名兵士 仅建于三国志记载的 被封为祝货王的孙昊之子 就有三十四个 进军兵临建业时 孙昊带着家眷出城投降 光儿子就一次性来了二十亿个 孙昊残忍决绝地 检出禁止宗事 又寂静疯狂地开支散业 繁衍后代 除了源于极端的猜忌和不自信 担心他们会威胁皇位之外 是否精神分裂的症状 已病入膏肓 或者还怀有什么其他更变态的心理 就不得而知了 古猎皇帝孙坚 本舅子孙不忘 树子孙朗而无后 四个嫡子 长子孙侧唯一的后代孙凤 被孙昊诛杀 二子孙权这一支 只剩了孙昊这根毒秒 三子孙义 唯一的儿子孙松 早要没留下后代 四子孙匡 只有一个儿子孙泰 在合肥城外被蛮宠射死 孙泰的独子 就是下口毒孙秀 怪不得孙秀 早就猜到孙昊会害死自己 赶紧交地摸游 盼逃到了经过 这要是不跑 百分百没合路 孙秀也算是为孙坚 留下了唯一的一支 与孙昊无关的血脉 总之除了孙德 稍有存疑 只要是孙坚的窒息后代 活到孙昊在位期间 却没被孙昊迫害的 一个都没有 当年孙坚之所以 预言自己的子孙 必然兴旺发达 是因为孙策孙权降生时 吴国泰梦到了日月入怀 难道吴国泰 就没梦到几十年后 昊月当空 子孙中要出一位 冷酷的近亲杀手 无情的修剪大师吗 除了残害近期宗室 迷信的令人可笑 孙昊还喜欢在军事上瞎折腾 他延续了孙权之中后期 不做大规模进攻 在淮南地区 以骚扰为主的战略决策 攻灭熟汉之后 司马昭派之前俘虏的 东吴祥将徐绍 带着自己的亲笔信 来建业宣扬恩德 孙昊写了一封回信 让徐绍带回去 但徐绍刚一离开 就有人举报说徐绍赞美中远 居心不良 孙昊立刻派兵去追 在如虚口将徐绍绑回来处死 司马昭去世时 孙昊派五官中郎将丁忠 前去调研 丁忠回到武昌后 对孙昊说 北方防守作战的器械不完备 可以突然袭击 攻去异扬 又大司马丁凤和左丞相陆凯 都认为丁忠的话不可信 只有车骑将军刘转 建议先派间谍打探一下再做决定 建这些众臣们都不同意出兵 孙昊只好然而不发 但还是与靖国断绝了外交往来 公元268年 已经将都城千回建议的孙昊 命丁凤和右将军诸葛靖进攻雀杯 雀杯进入阴王司马骏击退 一年后 孙昊又派丁凤进攻古阳 目的是掳掠当地百姓 但当武军到达时 古阳的百姓早就跑光了 丁凤一个人都没抓到 孙昊大怒 下令斩杀了丁凤军中的向导 又过了一年 孙昊命丁凤进攻郭口 结果被扬州刺史千鸿击退 连续三年北伐 都是图号国立 无功而返 孙昊却仍旧是自我感觉良好 大阳人雕悬 为了迎合孙昊迷信 又浩大喜功的心理 就胡标乱造说 东南地区的天空中 有黄紫色的云气 最终拥有天下的 一定是荆州扬州的郡主 又谎称 寿城一带有童谣 无国的皇帝 能成为天下之主 孙昊听闻后 兴奋的对身边人说 此天命也 然后用马车 拉上母亲何太后 妻子滕皇后 后宫嫔妃 宫女几千人 连同自己的儿子们 一路敲锣打鼓的 离开建业 沿路路向西前进 号称要顺应上天的安排 去洛阳几位 外遇 丁凤和正习将军刘平 认为孙昊是脑子进水了 就私下商议 如果孙昊到了华里 还不回来 咱们都应以国家大势为重 自行返回京城 不想外遇三人中途回京 丝毫没能动摇 孙昊去洛阳登记的决心 大军竟一路走到了牛主 途中遇到大雪 道路塌陷 无法前进 士兵们身穿铠甲 举着旗帜 散盖等仪仗 懂得寸步难行 还要拉着孙昊 以及太后 皇后 平分们的车架 一辆车 就要上百个人一起拉 才能前进 士兵们又动又饿 都受不了了 纷纷抱怨 如果遇到敌军 咱们就临阵倒阁 东关令化合等随行的大臣 也都不断劝谏 孙昊这才犯会 回到建议后 孙昊怨恨万遇 丁凤和刘平三人 半途回返 就起了杀心 他趁着大宴群堂的机会 命人在万遇 和刘平的酒中下毒 刘平觉察到了 赶紧跑回家 服用解药 所以没有被毒死 万遇酒中的毒药 剧量小 也没被毒死 万遇对孙昊有恩 也是孙昊 在所有大臣中 死教最好的一个 孙昊做乌城侯时 万遇就是乌城县令 孙修去世时 万遇第一个提议 用力孙昊 对于大臣们说 孙昊聪明好学 遵纪守法 其采取和胆识 可以与长沙还王 孙策媲美 一开始 张布和培阳兴不接受 也都是万遇 不断奔走劝说 才迫使 这二人点头同意的 因此 在发现自己中毒后 万遇溃回南当 不久 即自尽而死 万遇的亲属子弟 全部被孙昊 流放到了奴陵郡 万遇死后 仅一个月 刘平就在恐惧 和忧虑之中 病死了 同年 丁凤因病去世 丁凤一死 立刻就由小人 来进献蝉眼 说丁凤 仗着自己 占功卓著 而目中无人 孙昊本来 就对丁凤 中途自行返回一世 心怀不满 一听这话 历史大怒 下周追究丁凤凤几年前 进攻古阳 徒劳无功的罪过 处死了丁凤 唯一的儿子丁温 并将丁凤 驱的家眷 流放到了林川郡 起初 荆州 常出现军阵都督们 叛逃的事件 索浩心中恐惧 没事 就会召集一群术士 乌医在宫内占卜 后来 不产 据成反叛 被陆康勤杀 司马炎 派了杨护等将领 率十万大军前来救援 也被陆康劲退 荆州各军阵的人心 才稳定下来 孙浩也自信心爆棚 起了并吞天下之志 术士上官 占卜说 庚子年 也就是公元280年 皇帝的车架 将会进入洛阳 孙浩打喜过望 此后更加不理朝政 专心等着280年 趁雨应验 到洛阳去承接天命 孙浩满心以为 击败禁军是天意 却不愿意承认 这都是陆康的功劳 结果西陵战后 荆州的军阵都督们 是不跑了 反倒是扬州 再发叛逃事件 五位大将军 荆夏都孙凯 是原镇北将军 孙韶的儿子 山贼石旦 从永安进攻建业时 有人举报孙凯 心术不正 没有主动率军营帝 孙浩也曾因为此事 多次派人责问孙凯 吓得孙凯 皇居不安 公元276年8月 孙浩升孙凯 为票弃将军 并到建业 接人攻下镇 孙凯不敢去 当季就带着家眷 和数百名清兵 北上投降了禁果 被司马延 摆为车旗将军 奉丹阳后 汝南人何定 原本只是孙权身边的 一名小家奴 孙权晚年 以候补官吏的身份 被外放出宫 孙浩继位后 何定自称是先帝的旧臣 尚书请求回宫侍奉 被孙浩任命为 楼下都尉 主管酒肉采购 何定由此而大富大贵 深受孙浩的宠心 孙浩喜欢狗 何定就让地方官员 和将领们进现好狗 很多官吏都花费重金 不远千里去寻求名贵权重 有时候一条狗 就价值几千匹绸缎 这些狗送到宫中之后 就成了狱犬 何定在他们身上 系上彩带 每条狱犬都配备 一个士兵专门饲哑 何定闲来无事 就带着狱犬们出去狩猎 为孙浩捕捉野兔尝鲜 有一次 何定率领5000多人 到下口附近打猎 下口都孙秀 以为何定是来讨伐自己的 于是便连夜投降了禁果 随随便便打个猎 就能如此兴师动众 率5000大军直奔荆州 何见孙浩对何定宠信之深 公元269年11月 孙浩夹封威南将军薛许 为大都督 统帅建军于四 苍武太守陶皇等人 从荆州沿水路 命少府李旭 都军徐存 从建安出发沿海路 两路大军同时南下 收复郊州 结果李旭徐存这一路 却在海上迷失了路途 李旭只好斩杀了 担任向导的前军将领访匪 率军返回建议 迷路主要是访匪的责任 孙浩本不想处置李旭和徐存 但何定与李旭有仇 此前何定曾想让自己的儿子 娶李旭的女儿为妻 被李旭拒绝 何定怀恨在心 就趁机在孙浩面前颠倒是非 说李旭望杀访匪 擅自率军撤缓 孙浩大怒 竟下令将李旭和徐存 以以灭三族 两人的家眷连同婴儿在内 全部被处死 是审复之一居 包括陆凯 陆抗在内的很多大臣 都曾多次上书 陈述何定的罪恶 孙浩非但不信 反而认为何定终成秦锦 下诏封何定为列后 直到公元2002年 何定才世纪败露 被孙浩处死 孙浩认为何定的所作所为 与张布类似 于是就将何定的名字 改为何布 何定死后 孙浩又宠上了张处 张处的父亲 本是孙浩的一名车夫 靠着这层关系 张处逐渐被孙浩宠信 继而全清朝野 事实上 张处除了搬弄是非 诬陷他人 什么都不会 可张处竟也被孙浩封了喉 担任了私职中廊将 私职是专管纠察的 只有人品清正 熟悉律法的官员才能胜任 张处的父亲 知道儿子不嫌 无法胜任辞职 就给孙浩上书说 如果让张处做了私职 将来他犯了罪 请求陛下不要牵连我 孙浩一口答应 还是任命张处 做了私职中廊将 孙浩又自创了一个官员名号 叫弹曲 一次性任命了20个弹曲 归于张处统领 专门负责纠察监视官员 张处最喜欢将同一个部门的官吏 全部抓起来审讯 逼着他们胡思乱咬 互相诬告 其实张处对审案一窍不通 他断案不依法律 不讲道理 只看钱财 给他行贿的立马释放 不肯交钱的就随意定罪 或严刑拷打 或直接杀害 官员们都深受其害 却无可奈何 张处不仅滥杀无辜 生活也极其奢密 家中竟然有30多名小妾 后来张处的劣迹 也被揭发出来 孙浩下令将张处和他的父亲 无马分尸 何定张处死后 孙浩又开始重新残婚 残婚为人奸诈 喜欢大兴土木 深受百姓痛恨 总之 孙浩身边的坚硬之臣 是层出不穷 不会绝技的 这可苦了那些中振之事 比如贺少和楼玄 中书令贺少 是原后将军 山姨侯贺奇的孙子 楼玄管治大司农 这二人都是有名的政臣 为官清廉 秉性政治 经常劝见孙浩要爱惜名利 远离小人 孙浩恨他们 总是违背自己的心意 那些奸邪宁性 也在畏惧之下联合起来 诬告他们 常窃窃私语 诽谤国事 于是孙浩下招斥贺少和楼玄 最终考虑到贺少 是功臣之后暂且赦免 楼玄和儿子楼聚 则被流放到娇州 孙浩性格阴致 他想处刺楼玄 可有忌惮楼玄名声显赫 就把楼玄父子派到了 胶纸将领张义会下 命他们在战场上效力 然后秘密给张义送去毒酒 让张义暗中毒杀他们 但楼聚到了胶纸郡没多久 就因水土不服去世了 只剩下年迈的楼玄 跟着张义翻山越岭的 争讨贼寇 张义认为楼玄是闲事 实在不忍心毒害他 因此迟迟没有下手 后来此事被楼玄得知 他请张义拿出毒酒 说道 您应该早点告诉我 难道我楼玄是怕死的人吗 说完 当即引药而亡 只害死楼玄 没能害死贺少 只让那些恨他们入骨的 奸臣小人们 岂肯罢休 于是他们又盯上了 贺少的弟弟 万灵县灵贺惠 中书郎希希 上书诬告贺惠 说好立即命徐灿为特使 到万灵抓捕贺惠考温 但希希举报的是 纯属子虚乌有 徐灿自然什么也问不出来 希希竟由诬陷徐灿 偏袒贺惠 孙好大怒 再派使者到万灵 就地处斩了徐灿 并将贺惠逮 逮捕入狱 不久 希希被孙好 外放为林海太守 在写给会计太守 郭弹的信中 希希对朝政 多有非议 当时 会计军有传言说 张安侯孙奋 将成为天子 可郭弹 只是上书 举报希希 有妄议朝政的言论 并未提到 关于孙奋的 这则谣言 于是孙好下令 免去过诞的官职 前送到建安去造船 同时 命宣城侯和职 率军捉拿希希 希希在绝望之下 截断海陆 起兵自卫 不久 其被布下杀死 首级送往建业 孙好下令 以灭其三组 然后一口气 派出了25名特使 赶赴林海郡 及附近各郡县 大肆搜捕 跟随希希叛乱的同大 像希希这样 只会造谣诬陷别人的奸臣 可谓死不足惜 赫绍兄弟和楼玄 则完全是无辜躺枪 但针对他们的迫害 却并未停止 因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并不是某一小错大臣 而是孙好 几年后 赫绍突然中风 因病离止 孙好却怀疑他是装病 命人把赫绍抓起来 关到酒窖里 扣打了一千多下 赫绍自始至终 都没说一句话 赫绍最终被孙好杀害 宁仅49岁 赫绍的家眷 也被流放到了林川郡 就这样 孙好还不解恨 又诛杀了楼玄的所有子孙 起初孙好在武昌时 宠信中书城陈生 常使王帆为人之帅 不喜欢第三下四的 看君主的脸色行事 时常违背孙好的心意 陈生就趁机诬陷王帆 有一次孙好召集群臣饮宴 王帆喝醉了躺在地上 孙好很不高兴 就命人将王帆抬出店外 不一会儿 王帆又走了回来 王帆向来很有威严风度 虽然还没醒酒 神态举止 仍旧端庄如常 孙好认为王帆 又以戏弄自己 历史大怒 命左右将王帆 推出店外斩首 藤木和刘平等重臣 纷纷为王帆求情 孙好都不听从 王帆被杀时 年仅39岁 其家人也都被流放到了广州 孙好迁回建业之后 任命陈生 做了私事中郎将 有一次 孙好的爱妾 派人到集市上 抢夺百姓的财物 陈生 仗着孙好的宠信 将抢夺者绳之以法 爱妾到孙好面前告状 孙好当即命人 将陈生抓捕 用烧红的锯子 割下了陈生的头 尸体丢到山中 陈生虽然是个小人 但却因为公正之法 被孙好虐杀 那些本就不被孙好 喜爱的郑志之臣 更是动辄 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武陵人 车俊 少有贤名 陈迅担任荆州牧师 听说了车俊的名声 曾数次征召他 出来做官 都被车俊拒绝 后来过了很久 才得以相见 陈迅问他 早闻先生风采 可以多次请您 都不出山呢 车俊回答 我知道您求贤若可 可我这样的小人物 哪敢来派您的高知呢 入座后 车俊举之有度 谈吐不凡 在场之人纷纷赞叹 武陵一个蛮夷夷的郡 竟然有这样的奇才 孙好在位期间 车俊已官职会计太受 孙好贪婪奢侈 经常巧立名目 横针爆裂 出了各种各样的税负 孙好还对东吴国内的商人 手工业者和车船 征受大量的课税 称作算米 各地官员无法缴起者 往往为人头落地 车俊围观清廉 证据很好 他不愿意盘剥百姓 凑不出算米 而且这一年 快级郡还因为旱灾 爆发了饥荒 百姓们一石无作 车俊只好给孙好上书 请求朝廷调粮赈灾 孙好大怒 认为车俊 这是想借着对百姓施恩 而树立个人威望 居心不良 就派人去斩杀了车俊 把他的人头割下来 挂在木桩上 西洋农太守张勇 也因为拖欠算米 被就地出战 孙好又命人 提着车俊和张勇的人头 到各郡县游行示众 豫章人熊木 之前担任广州刺事 车俊和张勇被杀时 熊木已经入朝做了上书 见孙好随意诛杀大臣 熊木就婉转地劝谏了几句 孙好竟当场名卫士 用刀柄上的环 将熊木给活活打死了 张上是动物开国功臣 张红的孙子 隐学士愿博 财思敏捷 受到孙好的赏识 观之势中 且中施令 孙好经常拿一些 古籍中的疑难问题 来询问他 张上每次都能对答如流 孙好最讨厌别人超过自己 所以对张上越来越记恨 以至于开始故意找茬 治张上的罪 孙好让张上远远弹琴 张上不会 孙好就逼着张上去询 没事就照张上来讨论阅历 只要张上回答的 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孙好立刻就会翻脸 把张上抓进牢狱之中 反复责问 有一次 孙好问张上 我的酒量可以跟谁相比 张上知道孙好又在故意挖坑 只好战战兢兢的攻卫道 陛下有孔圣人那样的酒量 没想到孙好竟勃然大怒 孔子又不是帝王 你拿我跟他相比 是何居心 于是把张上抓进狱中 判了死刑 还是曾婚带领一百多名大臣 跪在宫外求情 孙好才赦免了张上的死罪 把他钱送到建安去造船 但过了一段时间 孙好还是派人去处死了张上 孙权好酒 且酒疯不正 喜欢借着酒劲 与大臣们斗乐 这一点孙好与孙权十分类似 却比孙权更加暴虐 也更加许怒无常 孙好每次设宴 都会强行把大臣们灌醉 且一喝就是一整天 期间还会命宦官进臣们 嘲弄戏谑在座的功卿大臣 以此为乐 孙好规定不管酒量如何 只要入了席 至少得喝气声 如果某位大臣喝不完 孙好就会命人给他强行怪下去 孙好设置了十名黄门狼 专门负责在宴席上 记录官员们酒后的言行 哪些人曾眼神不静 哪些人曾言语有诗 黄门狼事后都会详细奏报 遭到检举的大臣 轻则被言行拷问 重则性命不保 孙好继位之初 对诗中伟要 礼于有加 伟要最多只能喝两声 孙好从不逼迫他 还暗中让试者将伟要的酒 换成茶水 孙好迷信 各地官员就频繁上报祥瑞来争宠 每次孙好拿这种事询问伟要 伟要都会劝孙好 别把这些玄而又玄的东西 太当回事 渐渐的伟要就失宠了 伟要还见着做国使的差事 孙好想为父亲孙和做地计 伟要却坚持孙和生前没有登基 只能归入列传之中 孙好由此对伟要心生极恨 此后在宴席之上 伟要可以少喝的特权就没有了 不但次次被强贯 还时常因为喝不够气声而受罚 与孙好经常强迫大臣们酒后 互相谩骂接断 伟要就劝谏说 让朝臣们在公开场合相互诋毁 为自生怨恨情绪 不利于朝廷和睦 孙好大怒将伟要带不入狱 伟要请求在狱中把吴书修筑完成 佑国使化河也为他求情 孙好都不准序 伟要最终被处死 家眷流放至零零郡 化河也遭免职 几年后在家中黯然去世 陆逊陆康父子是东吴的国著 没有他们 荆州恐怕早就丢了 除了陆逊和陆康 东吴还有很多文武重臣 出自吴军陆氏 比如陆逊的同族侄子 荆州墓陆凯 陆凯在奏书中 对孙好的施政之举 经常直言不讳的规劝 由于陆氏家族在荆州 拥有极高的声望和深厚的根基 且很多家族成员都有兵权在手 因此孙好虽然早已对陆凯心怀不满 却也不敢贸然发作 后来陆凯入朝担任左丞相 他发现孙好讨厌别人看自己的脸 所以大臣们入宫觐见都不敢抬头 于是就劝谏说 君臣之间哪有互相不认识的道理 倘若突然发生意外 群臣都不知道哪个是您 孙好难得的破了一次例 从此只允许陆凯一个人直视自己 公元269年72岁的陆凯因病去世 核定等奸臣们趁机诬陷陆凯 藐视君主 孙好更加恼恨 但却有忌惮囤住在乐乡 截至五个军阵都督的 镇军大将军陆康 左思右想之下 只得继续隐忍 五年后陆康去世 孙好立即下令将陆凯全家 流放到了建案 孙好对朝中的大臣们都如此残暴 就更不用说宫中的内侍或者宫女了 孙好一边不断的选拔民间女子进宫 一边将河水引入宫墙之内 如果那位宫女看着不顺眼 或者违背了孙好的心意 孙好往往会就地将人虐杀 有的被剥去脸上的皮 有的被挖掉双眼 然后把尸体抛进河中 任其顺流飘走 孙好一味地对官民百姓使用恐怖手段 毫不爱惜名利 其实孙好执政后期 他的同志已是摇摇欲坠 即使晋国不来进宫 东吴的亡国之日也为期不远了 其国内微如雷软的糟糕形势 从陆凯 贺少 华和 韦耀等人的奏章中 就能窥见一斑 这是一个宫庆大臣们 对上纷纷献位争宠 对下疯狂盘剥百姓 上风败俗 道德伦丧的争券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常年修建 一家父子 还要被强制分开 去服不同的劳役 民怨沸腾 国库续解 百姓们一不蔽体 食不果腹 已经到了卖儿育女的地步 可各地的官员们 还在敲骨细碎的压榨 各种五花八门的税赋 还在频繁催脚的国度 这是一个连宦官都可以自行招募私兵 却不信任任何将领 从来不舍得给沿江各军阵增兵 浩大喜功 生活极度奢侈 整日纸醉鸡迷的挥霍 宫中仅制造女工 和闲作无事的婢女就有上千 却把治下臣民的生命 看得比草芥还建的暴君 所以陈寿在三国之中 描述东吴亡国前夕的形势时 这样写道 君臣上下离心 没有人愿意为孙昊效力 这是因为孙昊的恶行 已经累积到了极点 国内民众已不能再忍受他的去世 再为17年 孙昊杀地杀姐 杀叔杀侄杀大臣 亲近之人先有能逃过他毒手的 手段更是流放下毒 剥皮挖眼巨头车裂 灭族 无所不用其极 孙修给他封侯 给他娶妻 让他告别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 可对孙修的欺而下手 他们有片刻的犹豫 万玉和祝皇后都对他有恩 孙谦孙俊与他义务抚养 一起长大 可杀死这些恩人和骨肉兄弟 他们有丝毫的迟疑 诅杀大臣时 孙昊经常是现江人流放 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反悔 于是再派兵坠杀 不斩草除根 就吃不香 睡不好 心中的恨意就无法排挤 培养星 张布 孙弯 孙公 张尚等人之死 都是如此 孙昊十分记仇 一旦引起他的不满 即使生前有所忌惮 死了也一定会被翻后仗 比如丁凤 他甚至可以引人五年 哪怕再久 总之一定要报复 比如陆凯 他不惜使用下作的手段 表面上网开一面 暗地里派人下毒 再找机会灭人全家 比如楼宣 通过以上种种行径 我们可以大概看清孙昊的性格 他是一个冷血 音质 多疑 善变 薄情寡恩 处事极端 外表凶残 实则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 迷信到有些神经质的变态 三国时期的婚会 暴虐 荒淫之主 不止孙昊一人 比如晚年屠戮大臣的孙权 但孙权起码还知道反思 临终前多次想要召回孙和 对着陆亢流泪忏悔 被虞帆在宴会上装罪戏弄 孙权虽然起了杀心 但别人好歹还能劝得住他 酒醒后 孙权还不忘提醒身边的人 从今以后 我要是再酒后下令杀人 你们可千万别当真了 可王帆并未装罪 只是因为实在喝不下去了 又神态举止如常 就被孙昊当场出事 不但不听劝谏 事后更是没有半分回忆 比如司马昭 忠会谋反失败后 司马昭因为曾与忠会的哥哥忠裕 有言在先 而赦免了忠裕一家 而孙昊在提前答应了张处父亲 不会牵连他的情况下 仍然违背约定 将张处父子五马分尸 再比如曹瑞 大兴土木迷信贵神 强烈民间女子入宫 去使大臣们抚劳役 在这些方面 曹瑞与孙昊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曹瑞重视刑律 经常告诫群臣 刑御关系到天下人的性命 必须明察公断 每逢朝廷审讯重大案件 曹瑞都会前去旁听 除了与谋反和亲手杀人有关的死刑判决 曹瑞都要亲自审立 孙权 司马昭和曹瑞都不是什么善类 更绝非仁慈之助 但仍然存有对每一个普通民众生命 最起码的尊重 可即使是这些笑到尘埃般的温暖 这些人性刹那间的光辉 我们在孙昊身上都没能找到一丝一缕 一分一毫 东王国后 孙昊被封为归命后 四年后病死于洛阳 在孙昊传记的末尾 陈寿这样写道 邝昊凶婉 四行残暴 中见者诛 铲鱼者金 虐用其名 穷奢极齿 以妖手分离 以谢百姓 既蒙不死之兆 富家归命之宠 岂非旷荡之恩 过后之责也在 陈寿的意思很明白 像孙昊这种人 本该腰斩 车裂 以平民愤 可司马炎也太人厚了 还给他封侯 让他善终 实在是一难平啊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下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